《草山春暉》 這個戲已經經過了18年了 到現在我覺得依然是很受用 在於兄弟姐妹之間的一個情感 或者說你對父母的一個尊重 還有家庭的一個凝聚力 那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當初在看完《本》之後 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一個家庭 可以如此地注重 孝順跟團結 所以那時候我很期待地開拍 就是說去看到 本尊他們真實的生活 你們 只要我有一個飯堂吃 你們都可以吃了 因為我們中間有去西雅圖 拍了半個月 也跟他們兄弟之間有相處過 就發現到 真的跟劇本裡面寫的 是一樣的 我覺得好誇張 大家都知道 東郎師兄最疼老狗的 一直到現在 我都很喜歡這個劇本 你說教宗教校嗎 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好像很八股 但是本來在社會當中 特別是現在這個社會當中 我覺得就是需要的 對父母孝順 對兄弟姐妹有愛 我覺得是一個最基本的 這看 當然 因為我拍戲其實也超過二十年了 草山春暉這部戲的劇本 是我唯一留著的劇本 而且是一套 會留下的原因 是讓我們覺得說 它劇本寫得非常的完善 那時候其實就感覺是說 可能這輩子 會不會再也用到 第二個這麼好的劇本 所以當時我就把這個劇本 就留下來 一直保存到現在 草山春暉是一部適合全家大小 一起觀賞的好戲劇作品 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時間發生 都不可以錯過 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 大概一句 草山春暉 讓我們看見家的溫情